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叔为您带来的道坛职业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直播比赛解说 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0年的We Play Miner 那么这个是小组赛 妮格玛针对对战Fighting Panthers双方BO3的第三场比赛 前两场比赛呢是这样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前两场比赛可能视频观众看不到了 第一场比赛是因为我传到一半实在是不想传了 这个真的是又臭又长的一场比赛 就是妮格玛针对自己非要跟自己过不去也拿个电狗出来 电狗加先知 想拖膀胱绝 结果把自己给膀胱死了 就是原本前期优势很大 结果呢 因为自己拿了个膀胱阵容 所以就按照膀胱的打法 自己呢 没憋过对面 被对面给反推了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 发现这样不行 决定拿出了TA加上冰龙 然后最后给Miracle拿了一个火猫 然后第二场比赛没给大家传的原因是因为在比赛直播到一半的时候 我这边重设置了一下电脑 结果出现了卡死的情况 就整个电脑卡死了 然后只能重启 视频丢失了 这个就是第二场比赛没有万万给大家传传的原因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场 希望第三场不要出现这些问题 这场比赛继续拿TA这个英雄 然后呢 还是把Miracle的英雄留在最后一手 搬水人吧 这还用想 那就不用想了 搬水人 最后一手 对方在有VS 有TA 有大屁股冰龙这样的阵容的情况下 你不搬个水人 你自己阵容又是一个巫妖加双龙 这种英雄很容易被对方水人秒的 这场比赛他们终于是把末日给搬了 然后四五手搬掉的是小鱼和小黑 看到对方的这个TA加冰龙 然后搬掉的是小鱼小黑 拿出来了一个蓝猫 这场比赛蓝猫的发挥空间还不错吧 他在团战的时候只需要带把子愿飞进去把冰龙沉没了 基本上对方就没有什么人能够控住他了 最后一手 不搬水人搬垫棍 那就拿水人了 你干嘛这场比赛 拿水人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 因为TA这个点 加上大屁股加VS 这些英雄都是很能扛局势的英雄 拿个水人出来的话 再加上配合VS的光环 走物理流 哪怕走纯物理流都是可以的 我说说搬敌法 这场比赛Mirco拿个敌法也可以 但是敌法师这场比赛没有水人这么稳 因为这场比赛最后一手是他们后班先选 拿个水人出来的话 对方这个阵容现在还差一个大哥位 所以不用担心对方拿AA 没有AA的威胁 在有VS掩护的情况下 实际这个英雄这场比赛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无解的存在 看看尼卡玛战队这边最后一手的班人 班掉了一个熊战士 班了一个熊战士 拿了一个克银克兹 呃 这个英雄我还真是没怎么见尼卡玛打过 说实话 我有印象的尼卡玛战队从组建至今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来 克林克兹这样比赛道也行 这个英雄配合自己的队友团战的搅和能力相当厉害 而且整个这场比赛尼卡玛战队这个阵容就是突出一个搅和能力下 Fenton Penance给Ease拿出了猴子 Ease这个仅剩的为数不多的拿出来能看的英雄 之一 Crokey的VS 那么GH的冰龙 嗯 这就 这就没什么可想的了 也不可能打三号位克林克兹肯定是Miracle的一号位克林克兹加三号位大屁股 对方这个阵容呢一号位猴子中单蓝猫 三号位是亚伯顿四五号位的双龙加巫妖 好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好 我去倒点水 倒点水回来 咱们今天把今天准备给大家拨的最后一场比赛给大家拨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進比賽 進到比賽當中 我跟說這個最後一場今天這麼快 其實主要是因為明天有事 明天有事所以要出去 早起 這裡一開始呢 雙方是暫停了一下遊戲 而且今天的比賽呢 就是中間等的時間都比較長 雖然比賽整體的過程 膀胱局不多吧 但是中間等的時間都特別特別長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磨的也非常長的時間 也是導致今天整個比賽的進程 其實比預想中都要慢了很多 加之今天不知道主辦方是怎麼想的 這個小組賽一天五個BO3 五個BO3 我懷疑啊 我雖然不知道真實情況 但是我懷疑他們是 把小組賽也全都放到了這個 就是把小組賽也都放到了這個 現場去打 從小組賽開始就大家都進現場 然後這樣的話你就沒辦法同時開 大叔你對了啊 還真的是所有的比賽都是每一個都要進現場打是嗎 他如果每個都進現場打的話 那確實就只能這樣 就是他沒有辦法像其他的那種比賽 小組賽的時候大家都是在這個 就是在自己的這個比賽房間裡面打 比賽房間裡面打 然後這樣可以同時開好幾輪 我其實很懷疑主辦方這麼做的這個價值到底有多大 因為你 全都弄得安排到現場 有哪個觀眾有有多少觀眾能真的 說是一天看五個比歐三看見了 這看不下來主要也是 那麼這裡剛才上來Miracle呢 他是在上路 這個古工是走在上路 出門裝呢兩組吃樹 然後兩個樹枝兩個頭環 按照這個出門裝來說的話 應該是可以考慮不用種樹 應該盡量不種樹去吃 種樹吃的話會相對來說比較浪費 因為六顆之樹基本上夠了 所以剛一開始神符呢是FP這邊拿到了一個三符 2000的雙頭龍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殺 好像是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VL不行還是殺不了 Snaking這邊一級上來直接加一個盾 把2000身上的這個空給解掉了 解掉的話控制時間不夠長 再加上VS目前也不像以前那樣可以等自己下一個錘 現在一級錘CD也是比較久 用路藍貓去打TA的話 藍貓打TA跟影魔打TA差不了太多 這地方想要反補 沒有來得及 對方這個地方血線算的還是很準 給一個錘錘住我 然後開始進行消耗 古工這個英雄在前期補刀上面 沒有辦法 他必須把對方的這個狀態打殘了以後才能去補刀 要不然的話他前期這個抬手實在是太慢了 這裡冰龍擊殺掉了夢的一個小雞 自己要是被對方拿個一血嗎 這個地方感覺這個小雞是故意來騙對方的 這裡大藥已經被打斷了 但是他屁股的火雨有點厲害 這波反殺漂亮 GH的冰龍這裡拿到了一血 而且是反殺掉對方的一個無妖 雖然自己身上的大藥是被打斷了 但是這場比賽如果是按照現在的這個戰線情況 這麼打下去的話就有可能會下路被打爆 因為大屁股這個英雄在前期的補刀方面 比猴子優勢明顯太多了 這無妖過來以後還是強行去跟你換 儘可能多帶補給 然後把你這兩個人的補給和血線給你換掉 以此來讓我自己的這個猴子能夠發育 W33這個遠程冰漏的 中路的補刀現在藍貓是11-1 這個TA將比賽開局 GH要死嗎 這裡吃一個香檸火再燙一下 還差一個平A飛起來金樹林 沒有能夠A到最後一下 這裡漂亮 這些是這個位置在這個 這個視野卡的太nice了 讓一個碎裂衝擊出來 還要反殺你的這個烏妖 這裡轉身再打E300兩下 TA在中路現在的補刀數是7-0 藍貓15-1 剛一開始的時候這個補刀方面 還是讓藍貓佔了比較大的優勢 讓這個藍貓佔了比較大的優勢 這段時間已經把自己的這個補刀給追上來了 那畢竟在有了這個折光以後 等級稍微高一點的折光以後 這個要加了一些隱匿 這隱匿在這個兵線上呆著實在有點太壞了 碎裂衝擊 漂亮 這個碎裂衝擊直接撞到兩個人 而且這是一個二級的碎裂衝擊了 傷害很高 他屁股現在在下路的補刀是13-2 那麼對方的猴子現在只有8-1 最關鍵的是這個猴子正反補 他現在打不過這個大屁股 攻擊力差太多了 上路呢 Miracle的補刀現在是比較僵硬的 這個沒辦法 前期這個英雄因為他不把對方的血線壓下去 就正常拼正反補的話 這個英雄的抬手吃虧吃得太嚴重了 抬手加彈道 再加上對方這裡還有一雙弩 看有沒有機會能殺 好像還是很困難 這裡差兩下打不到 那轉身殺雞嗎 這個雞被殺掉 但是這裡的克林克茲被對方給打死了 Curkey又是給雙龍給上一套技能 雙龍伸了一個大藥 Curkey並不想打斷對方的一個大藥 但是你跑不掉吧 這個能跑嗎 還差一下 能打出來嗎 差一下打出來 吃鮮火 漂亮 比如說勉強算是狗下來了 但是在另外一側 剛才下路的這裡也是出了一個人頭 好像是 這也是得拿到了一個莫能人頭 這樣雙方開局 目前暫時人頭數是一個1比2 雙方經濟基本持平 狼貓這段時間 因為他是接住著野區 五刀數上面現在還是不錯的 大屁股在下路對猴子的壓制 目前來看做的還算是可以 大屁股過來下個火雨 大屁股 这个地方冰龙居然是偷掉了对方一个巫妖 猴子现在的捕刀只有19-2 那蓝猫跟TA两个人现在还是保持了一个无解肥的节奏 上路克林克兹是跟猴子过程度差不多都不太好 但是相比之下的话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其实他前期经济稍微差点也就差点了 这个英雄 现在他是一个靠着大招 一个是大招 另外一个就是他只要有一定的等级 然后吃个兵捆战的时候把大招一直立下来 就算现在的大招在攻击力比较低的时候 比较容易变成这个刮杀技能 但是仍然是可以的 人家的这个小猫为什么一直在外面叫唤呀 啥意思 他说我听你的解说才能睡着不理我 不是不理你呀 解说比赛 一个大部分的精力要放在比赛上 啥时候我把比赛关了 然后呢 就是只看弹幕陪你们聊天呢 我基本上是不会悟了的 那咱们就该换换分区了呀 上路的补刀呢 还是继续处在一个互相伤害的状态 Sneaking这边呢 就是在用自己的蓝量去换血 用蓝量换血量 然后呢 去跟对方拼补刀 反补数不是很高啊 到目前为止 手里只有7个反补 中路这7级TA加对7级蓝猫 W33的经济线跟蓝猫两个人基本上持平 第三名是上路发育的不错的这个亚伯顿 亚伯顿这个地方追两下 然后呢 在山上套入无光盾的情况下 不用担心对方击杀 这个猫啥意思呀 稍等我去看一眼 这个猫 对方击杀 能不能回来吗 看一下这一波又是在下落这里打了一波 一个碎裂冲击打上来 那么上落这里克林克兹的状态又是被打到很残啊 一看就是被亚伯顿起脸了 看来这波亚伯顿追转身追一下 那么大招已经出来的情况下 自己身上也是状态比较残 赶紧撤 在人头数4比2 那么尼克曼战队这边领先着一点点的团队经济 克林克兹的经济现在在慢慢的往上追 他屁股在下落跟猴子发育的情况差不太多 单纯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差不太多 这场比赛尼克曼战队就没有上一场比赛打的那么舒服了 这里是一个双倍的TA 这个减速陷阱看到一个猴子没有炸 这一波没有选择炸 那么蓝猫这里打到了一个扫帚饼 大屁股打出来一个金晶片 这场比赛金晶片这个道具给到VS手上是一个神器 呃 Pandas这边打到的是一个扫帚饼 这边巫妖被冲凉了 直接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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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上路 狼猫过来 拉一下 Miracle这波节奏被断 这个Miracle这波 这场比赛克林克兹要是这么下血的话 可能是有点 有点难受了 关键是这场比赛 这里TA被对方针对了一波 这个TA这波跑不掉 对方直接一个睁眼贴脸上了 把这个睁眼给你反掉 那再开一个折光 但是没有下一个隐匿了 这里对手给上一个冰箱 再加上冰龙的一个大招 这波这个冰龙的大 好像给到幻象上了 也到幻象上了 然后这个幻象被瞬秒 大招秒解 W3最后还是被击杀掉 有点可惜了 其实TA这波救的已经很极限了 如果他大招能给到一个真身上面 不被对方给秒解掉的话 这波没准还真能救下来 Miracle这里过来打一波 但是双龙这里转身 一个冰火交加 巫妖过来给上一个冰甲 直接救下来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于 现在这个版本 他需要在前期尽可能的找到一些击杀的机会 要让自己能够积累一点点的攻击力 猴子的经济有点崩 但是猴子的经济补得快 当然了 仅限于跟克林克兹相比 然后再加上英雄相比 但是如果考虑到实用的选手的话 所以猫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猫怎么了 看看这里 转身 临死之间是给到了一个吼 不过人都还是被猫拿到 我们家猫没有任何原因的 刚才在我这屋外边挠门叫我 一般来说是我们家大猫在我这屋睡觉的时候才会这么干 他找那大猫陪他玩 才会这么叫 但是今天大猫没在这儿 这里想反捕没有反捕掉 最后是被W33把这个塔给拔掉 那么蓝猫在上路是拔掉了对方上路的一塔 双方又是一波疯狂的反眼 物妖呢 这个也是在对方家里面做了一些进攻的眼 并且拔掉对方的一些防守眼位 看一下 尼克万战队线人都是5比5平 蓝猫的经济暂时在全场第一 那么克林克兹3500 这个位置很僵啊 不过还好这波是找到一个对方走位的一个 诶这个地方 这个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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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差一下 可不可以这个地方光环等级很加多26高啊 三级光环难怪 那这边主加光环 那攻击射程足够远 杀掉了十只鸡 蓝猫33又是鸡杀掉了一个乌妖 这里VS在自己身上的这个buff消失以后呢 选择回头给了一个锤把自己救下来 队友离得比较好近 所以这边亚伯顿并没有选择去强追 然后来到了6比7 这个地方蓝猫空到一个双倍晨幅 看一下这里并没有躲掉对方的这个锤 克林克兹在旁边出的装备是 现在有一个 加腿加上双膝带大魔棒 还有一个减甲球准备出勋章先 这边一直表示有丢包的一个情况 加上双膝带大魔棒 这场比赛到现在的位置好像 奥克林克斯根本就没有加打 我还说这场比赛到现在位置没有放过大 结果一样根本就没加 选择现在是八级满级的火箭 三级的疾风布 一级的吃 再加上没有加大 先出一个小群章 狼猫这边飞过来直接找大屁股 大屁股浪费了一个大招 这不不应该这个大招浪费的 看到这个位置 五妖五妖这个地方临死之间大招甩出来了 大招甩出来了 这个大招还行 还行弹了几下 躲的也比较及时 好的现在身上的经济是4600块 克林克兹4-4 那么大屁股4600 老猫和TA的经济还是差不多 增长速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照着这个节奏打击的话 其实对于尼克玛战队来说并不太好 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一定是为了打前期舒服的 他不是一个拖后期的英雄 甚至连中期都最好不要拖 一定要在前期开始去建立优势 你作为一个600多射程的英雄 前期带一个高伤法球 高伤低消耗的法球 然后600多的射程 然后还可以通过吃兵来给自己 吃兵的时候击杀对方 积累永久功 大招又是一个在前期 对对方较有极大伤害的 这么一个技能的英雄 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确实是有点不大理想 这里对方sneaking的亚伯顿 也不怕你 有恃无恐 反正我这个英雄 就是在前面吃伤害的 你敢在这个位置打的话 那我队友就可以直接替下来去收割 你打我的话 你把第一轮技能只要一交 蓝猫飞到脸上随便杀 想杀谁杀谁 而且这场比赛 克林克兹选择做的是一个勋章 然后要做雷锤 也就意味着他们整个战队 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这个蓝猫的 我原以为他选择克林克兹 可能是要考虑去出一个 这个子愿来限制一下蓝猫 哪怕就是逼迫蓝猫尽早去出个风胀之类的 装备也是好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前击比较崩 选择做的一个小勋章 这大屁股打追猎成功 这个装备限制段的话 可以考虑还是先交到TA手上 TA这边身上有格子 往后再拖一拖 可以给克林克兹 克林克兹身上比这个TA还是要 格子要空位多一些 刚刚这里又是直接找到VS 把VS带走 这个幻象也给他打掉 不要让他这个幻象留的时间太长 然后Sneaking自己一个人顶到前面 高地上面看看这双龙龙一个冰墙断一下 然后直接溜 大家开溜 从刷钱的角度来讲的话 由于克林克兹这个英雄所限 再加上自己的队友 没有能够去创作出来足够大的一个刷钱空间 正面团他也显有剑术 现在节奏上面还是在Fighting Pandas这边 如果换成一个就是在刷钱能力上更出色一点点的 大哥你这个装备 这个装备 怎么没有人能过来捡一下啊 这个 这个只能就是说 真的是操 只能就是说真的是操 刚才这个大屁股 冰龙这里给上一个大招 再一个岁位冲击给上去 狼猫现在身上状态不太好 要往回走了 飞一下加上一张TP 双龙这一个冰墙加上一个TP 这又是卡了 今天网络好烂 讲到底其实卢森堡的服务器 这种情况很常见 我可能也搭上现场的这个 现场的这个网络不太稳定 这个熊猫是啥队 这个熊猫是 艺术家的队伍 这个熊猫队伍的全称叫做 Fighting E咋满 简称叫做TFE咋满的 这里一个破影移击直接秒掉 这个地方德哥森还是很果断 上来直接一个破影移击 因为身上现在有连线成功 他加上满级的这个被动 那攻击距离还是足够远 但是我还睡了吗 这场比赛结束我就睡了 后边的比赛今天后边不播了 明天有事 而且一天五个BO3 反正我是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 妖命 狗命妖精 这里我去 一轮合击直接秒掉一个巫妖 这个在有了暗灭以后 跳到暗灭以后 这个TA的进攻还是要果断的多 这块另外一侧蓝猫 这里抓住后排的一个冰龙 直接对这个冰龙这个地方给自己一个冰箱 不过还是要死 对于蓝猫来说 这个冰箱影响不是很大 Snaking这个地方也是被一个破影移击直接秒掉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打二塔空盾了 可以拆二塔空盾 现在Krinkz手里边还是留 有一个大招的蓝量 没有拆二塔 可能直接回去空盾 也行 反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空盾的节奏 这里 这个捆 捆制两个人 直接把乌妖秒掉 乌妖精临死之前甩了一个大招出来 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蓝猫子也飞过来 飞的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小尴尬 好在剩余还有一半多的蓝 那么对方控制也不够了 留不住 这个时候尼克曼战队没有选择去空盾 选择又是多去找对方击杀的一个机会 这里双肩甲给上去 再加上Miracle这边三肩甲 VS的后加上TA自己的肩甲 再加上小骷髅的一个小群章 TA自己的破影移击再加上Miracle的话 本身又是可以形成一个双肩甲 加起来四个肩甲还有点厉害 还有VS这边可以提供一个攻击距离和 攻击距离和这个射程的一个光环 他说这个比赛有什么知名队伍吗 他说这个比赛有什么知名队伍吗 对中国战队RNG然后老液体 也就是现在的尼克曼战队 还有就是红星了吧 可能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红星了 其他的战队大家知道的可能还真不多了 或者说大家关注的队伍可能还真是不多了 攻击距离和射程有啥分别 没有分别啊 攻击距离就是射程 只不过就是看这个用词的习惯 现在TA和蓝猫的经济呢 继续咬得很紧 那么这段时间一散发的这个经济刷的速度还可以 冰龙一个大招直接定住 但是蓝猫已经飞过去了 蓝猫飞过去的话 这个时候克林克兹的输出足够高 TA上来两刀 staking这边差一点大招都没出来 直接被秒 里边还是一个换打断你的TP 出来以后Miracle拿到一波双杀 完美 这样大屁股选择是开大飞上路的这个前兆战 带着自己的队友飞到前兆战想要去抓这个蓝猫 但是蓝猫其实已经撤了 这个时候果断的一波开悟 突然间一个开大 然后过来去找这个蓝猫 克林克兹线身上是一个雷锤 带着雷锤的话 这个蓝猫飞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视野能不能过来去找到这个蓝猫 因为身上的雾没有破 所以知道对方一定是不可能是因为视野的问题 这里的地方Miracle过来被发现了 重点那边有一颗真眼 这样的话果断的一波反开悟 Fighting Madness这边直接飞过来 找Miracle 反引 撒一把粉直接秒一个 TA这个地方也被定住 VS再找机会去救人 但是W3在这儿好像救不下来 交盾 人群当中 看看这个VS换一下这个蓝猫 蓝猫差了一点点没死掉 双猫再给上一个冰墙 nice 2000这波团战两个冰墙 太要命了 那么Nikman这波等于是抓对方的蓝猫失败 然后被反杀掉了一个克林克兹 再加上TA的盾也交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猴子的装备 现在身上是先出了分身 先做分身 然后再去补散尸 反正这种做法就是 队友能扛得住 队友能扛得住 你这么出就 也不是特有用 也不是特有用 因为这样的话 等于其实猴子把自己的 原本应该强势的一段时间 就自己给自己就跳过去了 你先做一个分身出来 然后当你分身散尸再做出来以后 你又不是无解肥的一个节奏 对方其实早就已经能顶得住了 由于这个肉山盾呢 是刚刚拿到没多久就交了 那么再加上现在克林克兹正面作战能力 还远没有到达自己这个英雄 应该有的一个能力 当然他现在已经是加了50点的 这个死亡区别的攻击力 永久攻击力加成是5点 看一下这个位置 VS换回来 Snaking这波能不能杀 克林克兹这个地方还是想要去击杀对方 自己现在身上是有这个buff的 但是这个兵甲一段难受 有点难受 看看这里还要想留一下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再框一下 再往前追 这时候克林克兹身上的这个buff没了 到时间了 留不住对方这个亚伯顿有点可惜 这波如果刚才伤害再多一点点 就可以拿到一波攻击力了 Dyer'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ce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Dyer'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Dyer'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这块框住 但是没有后续控制了 这场比赛 克林克兹没有去做紫愿 对面这个蓝猫 连风杖什么bkb都不用出 你控制不够 控不住 我原以为 我原以为他拿个克林克兹出来 是为了做个紫愿 然后抓蓝猫好抓一些 所以才没有选择去出这个水尸这个英雄 因为如果他拿一个水尸这个英雄的话 在现在24分钟 这个水尸的装备怎么在正面 也能打出来一定的效果呢 那加上他拿一个水尸出来的话 前期打对方这个战龙不会这么吃力 不会像克林克兹这样没有人保 或者说保不住 猴子的经济战已经追平了 猫和这个TA 关键是他散尸出来了呀 这是问题的关键 那这个猫过来抓一下这个大屁股 拉一手猴子过来贴脸开始输出 大屁股这样的话省技能了 不用再交任何技能了 没有这个必要了 武功的经济 这个英雄没办法 那虽然他出的是一个 这个雷锤这样的道具 但是这个英雄的节奏 他就不是一个在那死刷的英雄 这个地方又留住了一个W33 TA被击杀掉以后 Crokey这个是直接选择了一张TP回家了 要不然的话要被亚伯顿追到死 亚伯顿这场比赛 身上装备现在是一个香味加鸡片 然后身上挂了一个不甲头 幽冥皮筋这个东西呢 减3点护甲 但是加20%的魔抗 哎哟 亚伯顿这边出了一个奇区外移呀 我还在说 我说这场比赛要是 这个帕大斯这边出个奇区外移 我将BP都是我说的这话 我记得 这场比赛要出个奇区外移 这那个妈这边就难打了 结果还真出 这个猫要是迷之点脑门 刚才这里巫妖 直接给自己提前套一个冰甲 然后snaking直接就顶上去了 先过来秒巫妖嘛 第一时间没秒掉 阴线凌事盯一手了 猫飞过来以后先找你的冰龙 冰龙没秒以后 巫妖选择了买活 贴所有的输出都打在了这个亚伯顿身上 然后亚伯顿表示 没事啊 没事 你开心就好 我大招还在 你开心就好 这大招三三没办法 只能选择是开启了BKB 那跳刀溜回去 看看 staking还要追吗 让百活了一个冰龙 我们在这个小猫把我这屋门打开以后 然后跑到我这屋来不知道干嘛来了 贴这个人身上是打出来了一个维修器具 看看蓝猫 我去蓝猫这找到好准 上来直接找到这个冰龙 子愿给上去以后 猴子过来贴脸 大家换救一下 冰箱抬一手 秒掉蓝猫吗 第一时间没秒掉 没秒掉这个蓝猫磁绑保下来了 蓝猫保下来的话就没办法打了 猴子已经证明这场挡不住了 蓝猫飞走 这里一个冰墙 结住 没有让你这个人TB回家 那么这样完美人够被给上一个子愿 猴子贴脸直接A死 E300完成一波三杀 这个比赛怎么办 这怎么打呀 打不了了这个 证明这场这里PA被留住 完全跑不掉 蓝猫飞过来以后撞死 完美 如同神一般的一个蓝猫 那么Fighting Pinders 这场比赛不出一败的话 应该是赢了 出机出机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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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比赛 坦德斯这边 尼克马战队最近也是有点 有点意思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喜欢尼克马战队的观众来说的话 今天还会有一场尼克马的比赛 我刚才跟我们家猫说话的声音是露进来了吗 我家猫刚才都跑进来了 刚才给他们俩轰出去了 DBS换一手 一个锤 Sneaking现在就是 就是在前面吃伤害 你技能什么时候 重要技能什么时候交的差不多了 我蓝猫什么时候飞过来 这里换回来以后 这里给自己一个无光盾 再拖一拖猴子上来开始切 第一时间先把你的VS切住 然后这个时候蓝猫飞进来直接找冰龙 冰龙被秒 VS这时候第一时间反而没死 Sneaking大招一开 你还是打不死我 这时候蓝猫带走你的VS 再飞过来留住大屁股 大屁股这时候被揭拆掉以后 基本上可以GG 上一波团战蓝猫是依靠着自己的血清石开出来以后的一个超高的回血 那么苟住了上一波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Fighting Pandas已经是领先到了7000左右的一个团队经纪 一波零换3 Dyer's Middle Towers just went down Invisibility 帕格纳这边是 呃 克林克斯这边打出了一个致灭 没啥具体的用处 开个塔房 把兵线清一清 然后TAG把这个投手车打掉 这只能是把投手车打掉 不敢再干别的了 呃 下一波兵线离得很近 已经上来了 那么这样啊 并没有出头打保护 就已经可以直接破中过高地了 Dyer's Middle Barracks have fallen Dyer's Middle Barracks have fallen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Pandas这边在中路 啊 退掉远程兵以后呢 稍微等了等 他的这个阵容在拆打方面有点弱 这个阵容不是一个拆打很强的阵容 所以并没有这个过度呢 为难自己 还是求稳 这里蓝猫又是飞进来 第一时间直接找冰龙 给VS换救一下冰龙 你救冰龙的话我就直接往回撤 绝对不耽误时间 你只要这个技能给到冰龙身上了 那我就先撤 冰龙的大招是对Pandas这边最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 这场比赛尼克玛战队 他在一号位的位置上选择拿了一个 真的这个克林克兹这个英雄拿出来 其实拿出来不是不能用 咱们讲道理的时候不是不能用这个英雄 你可以用 但是你要结合这场比赛 对方这个阵容去考虑一下自己的出装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这个蓝猫飞进战场以后 几乎无人之境 偶尔有人把这条踩 人把这条踩是可以的 猴子直接一个神经百变出来 大屁股开大 把自己的队伍救下来了 蓝猫直接背后排找你的冰龙 那既然你选择去救TA冰龙又没跟上去 那我就先把你冰龙弄死 其实 其实刚才这一波 冰龙活下来对于手高帮助更大一些 因为没有冰龙在的话 蓝猫就可以直接上来了 你没有人能控得住我这个蓝猫 那我蓝猫直接上来了 蓝猫超神 再往前追 已经被带走 这个猴子神经百变 拿幻象 上去就摸一摸 冰龙这个分神斧 开一下RBS 换回来 蓝猫过来 直接找克林克兹 创造一个冰墙 断一手 BKB开起来以后还是打不动这个蓝猫 那么这样的话 Miracle直接被带走 还剩一个开始BKB的DW33 BKB结束 骰把粉 直接A死 蓝猫超神 再往前追 追一下这个大屁股 大屁股已经被换向打空的蓝回到泉水里面了 TA这边选择了满活 但是中路高地仍然是守不了 对方已经是全员走上你的高地 这边只有这个乌妖状态 现在是空的 蓝猫又是再一次飞过来去找GH的这个冰龙 还差一个平A 可以直接A死 哎 这个地方没有反野 对方是利用一个V攻披风把自己给救下来了 这样啊 蓝猫很危险 一个碰影机 还是没秒掉 双龙又是一个冰墙 大晕锤 晕住这个TA TA已经被打空蓝了 又是一个被动晕 出来以后看看大屁股 赶紧给上一套技能 猴子神经百变出来 还是满血了 蓝猫飞过来以后打一套技能 这里再给上一个拉空 一下大屁股 再给上一个紫苑 蓝猫直接冲进了泉水里面 带走了你的一个VS 那么这样的话 尼克玛战队无奈打出了GG 五人团灭 这样啊 恭喜Fighting Paness是战胜了尼克玛战队 那么晋级到了小组赛的这个圣哥组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所有的比赛就都给大家 我给大家录制的和直播的比赛就到这里 我准备去休息了 明天还有事儿 明天呢还是下午四点 如果我下午四点之前能赶回来的话 咱们就还是下午四点开始给大家直播 明天具体直播几个场次呢 不一定 可能会比今天还少 提前给大家打个招呼 有可能会比今天还少 看明天我的身体状态 还有咱们的时间 好吧 好了那么这套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老大叔 咱们今天的比赛告一段落 明天下午见